牌骨蒸草菇等怨泰 快快脆脆里边坐下 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阿湘讲戏节目 为什么我这段时间都会唱美食的东西 因为美食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跟我们的粤剧关系都很大 因为最近市政府将会见一只 跟我们以前那时候粤剧的红船差不多 一只大的红船 大概能安装两百多人 我们戏班以前一出发就一船人 就去川州过省演出 演出的时候就是练功、生活、饮食 都是在这个船上 于是船里边的徐司就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 这个徐司很厉害的 比如大老官 比如马斯增 红线女老师那类 他们就要煮一些煲汤 最重要是养好身体 大老官 中年就要看着季节 如果是秋冬就防贵醋 春夏就去鼠湿 根据这个季节来做些好汤给大家喝 那些年轻人五军虎那些 他们火气猛 一定要喝凉茶 或者是煲绿豆 海带水给他们喝 喝完之后 红船的人就每个都伸强力壮 演的戏也是非常好看 是不是? 假如你多点贴着我们 阿湘讲戏节目 有很多漂亮的戏 送给大家 看看这期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我们粤剧的老官 真的非常多 特别是文武生 有一个文武生 又能打得 又能唱得 我觉得他有一种好 就是艺德非常好 很谦虚 也是默默地耕耘 所以他的作品就是类似获奖 最近好像很少在广州舞台上看到他 原来他去了香港 他就是李秋元 我们请他来 就是讲下他的故事 观众朋友你们好 很多戏迷最近问我 很久没有在广州舞台上见李秋元 不知道李秋元的状态如何 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我们很关心他 大家不用急 今天我们专门请来李秋元 和他最近活动的朋友 罗杏兵小姐一起聊聊天 好 先和秋元聊聊天 秋元你好 湘成你好 是的 很开心 这些人很想念你 我也很想念你 你最近去了哪里 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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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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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在香港 话不定题 可以这么说 很忙 很忙 也辛苦 香港允训 是的 在香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演出机会 多 嗯 即是主要你肯做 主要你肯做 肯努力 就有机会做 因为他在香港 政府的场地又多了 加上现在 政府的资金的大量的投入 总之你可以申请的 很多渠道 是 很多渠道给你申请的 那你就尝试不同的戏 尝试配搭不同的演员 嗯 花旦 其实香港的市场是比较自由的 是 是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资金 那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去运作 那是 香港呢 我觉得是一个 他有一个很公平的 竞争的平台 香港的观众呢 就 有 有少少不同 就是 比较静的 看戏很静的 嗯嗯嗯 每次演戏 你都感觉到 就 压着无声 嗯 是 很紧张的 即是你说 你曾经说过 哇好恐怖 好恐怖 人静得好像没有人 是啦是啦 所以我现在呢 就慢慢开始适应了 适应了这种状态 嗯 那就是 而且呢 你有少少少 或者他们感觉到 就是 你好的 哇 爆烈烈的掌声 这种东西是不灵色的 嗯 所以在香港的演出呢 就是个氛围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的感觉呢 就相当好 排气啦 呃 呃 筹备啦 呃 熟读剧本啦 呃 呃 所以这些时间都比较紧张的 嗯嗯嗯 排气 在香港排气呢 那个 那个 感觉呢 和在国内 是很不一样的 他第一呢 他排气的地方是需要租的 哦 需要租的 租排面场 租排面场 而且呢 就 所有的乐队师傅呢 都是要付钱的 是的 呃 所以呢 呃 成本啊 会增加 嗯 还有呢 就很多 一个政策的东西不同呢 和 我们国内的很多东西呢 就是不同的了 你必须要按香港 一套 他的演出法 和制度去行 嗯 还有呢 就是香港呢 就是我看大家演出 嗯 整天都很多些水池的 有爆炉啊 是 那行位呢 他不像我们那样 排排排很久啊 那 那 你也是执衫的 嗯 他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的剧本 和我们国内的剧本呢 也都有很大的不同 嗯 香港的剧本呢 他多数会比较是 很传统的那种 嗯 不会说有很多 化效的东西在里面的 嗯 除非 有某些演员 觉得这个唱刊 我要 或者加一些新的元素啊 就 零抱 那样 但通常呢 他们都会是很传统的 就是上下句 是上下句 好共证 那样 香港的剧本呢 上下句是分得很清楚的 嗯 嗯 包括后顾都是 哦 他绝对不会混淆 你小句呢 他一定是和你補一句 这样的 嗯 即使在舞台上呢 有些很资深的前辈呢 我就碰到的 嗯 因为我们呢 有时呢 就接了些香港的戏呢 就 比较 就是 仍是 仍是新上司 嗯 那在舞台上呢 或者说少了一个下句呢 那他们接呢 他帮你盯上 他帮你接下句 然后他再说上句 哦 就是他这样才舒服的 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规律来的 其实是一个规律 如果他没有下句呢 他再接上句 他会觉得很别扭 是的 很别扭的 所以在香港呢 一定是要熟剧本 嗯 演出一定要熟剧本 而且呢 就 排场的东西一定要熟 嗯嗯嗯 香港还是保留着 很多很原始的一种 嗯 一种排气方式的 嗯 就是我们粤劇 就是古老的那种 是的 他在后台呢 有一张天书的 你是看不明白的 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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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天书的 哦 就是很传统的 它是打树的那些字的 嗯 他们呢排气呢 我不是说真的 我意气的 就是因为呢 制度的不同 嗯 所以大家的 排气的方式 和演出法呢 是很多很不同的 我现在都在适应着 哦 一年了 还要适应 嗯 因为有大量的东西 你是没接触过 你要学习 要虚心 要问 那张天书是怎样的呢 是给下篮看的 哦 给下篮看 下篮看的 下篮看的 所有后台 嗯 布景啦 道具啦 服装啦 武师啦 嗯 下篮啦 还有 嗯 除了陆柱之外呢 其他所有的演员 都是要看这张东西今晚怎么做的 哦 每场是不同的 哦 哦哦 就是由那个班主或者是 呃 他这张天书呢 就是个舞台监督 舞台监督 舞台监督 所以在香港的舞台监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哦 是啊 他不单是兼职著 就是个提场啦 檢场啦 呃 还有 导演他也要兼职啦 就是兼职啦 他是非常重要的 哦 哪个人 哪个要在这边出 哪个在这边出 要是呢 通常那些下篮呢 排气呢 哦 哦 就是临演出才到 是啊 而且呢 他又交到好足给你的哦 哦 是啊 交到好足 所以他们全部是有很多 就是述语 述语 述语 如果今晚这里是怎样出 你跟着主角出 是花香满啦 还是企董啦 还是一条写啦 他们全部都写了 或者是伊边 或者是杂边 是啊 或者反猪肠 就怎样八字企好 可能就这样 是啊 所以他们下篮呢 全部都是 下篮和舞师是不同的 哦 是下篮 舞师就是 是要打 不均苦 不均苦 那种下篮呢 那下篮呢 就是针茶帝水 加丁 站一下墙啊 那种的 就是属于文的 是啊 是啦 他们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跟我们 国内那种排气方式 是很不同的 是啊 我觉得这一样多特别 是啊 那 不单是特别 但是我们接触的时候 真的很浪费精神 嗯 嗯 要去适应 是啊 我现在都慢慢 慢慢适应了 叫做 那是同路 走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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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 你来了啊 我来公干 你来作甚啊 是啊 明天我来 是阿三哥的 啊 包庆身为府村 也不及他妇女周到 差 是呀 府尊大人 我欠 是 李大人 七星賢一案 阿三有功 没了他 七星賢 就不能够追回梁家了 是 包大人 我爹说我 我嫌罪不罪犯 罪不罪犯 罪人家是事小 如果没有了包大人 替书民情 命公断案 只怕断奏 就 就永远是去查 星宴啊 包大人 阿三我 啊 你终于开口 叫我大人了 不然别人叫得包大人 阿三我 就叫不得 啊 叫得 叫得 當然叫得 叫得 叫得 包大人 阿三 由一請求 但說無何 這事何意 有酒無伴 不如 不飲 你可敢和我喝幾杯 阿三 古尊大人 古尊大人 從不喝酒 李大人 可大宋律法 可有官 不如吵 和任之條令 那就沒有 大人你 好了 細妹 倒酒 宋明 倒酒 包大人 請 請 請 唉 唉 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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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好 我去 品格清高 深一記 堂前極章懷 記號畫 未以望 文責乎 一副真 真揭一筆 同歸於樹徒 字幕詞緞曲 李響 唱歌 歌 混歌 邨 維 彌彌 我知道你這一年 你也很努力 因為我們經常在微信看你的消息 那你一時又在公園那裡排練 在公園那裡練功 是 沒辦法 沒地方 沒地方你排 那在香港要排練 如果是預計政府場 比較麻煩 所以我剛好住在附近 有個公園 公園又靜靜的 不要試在公園練功 其實就不是很多人 其實公園是很靜的 那些阿婆阿伯 神文 或者山寶 每次都見到我練功 就覺得很奇怪 但是她不會騷擾你的 我都跟她混熟了 有聊有說 她說你是做甚麼 我是演戲的 你是誰 有些認識你的 認識的 有些認識我的 我有看 原來你住在這附近 其實在那裡 方便我練功 下不了坦的 譬如我們要練腸背 後拋斧 那些就不行 那你怎樣 地板是硬局的 這些是不行的 你如果要練到彈志工 或者高虎大扣 那些是這個場地就不行的 這裏只能夠是 走走現場 走走現場 下腿 踢下腿 吊下槍 這樣而已 那裏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了 那真是很難得 那你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做了這一項 特別我們 我現在做武器比較多 而且我也是習慣了 習慣了練功 如果不練功 就覺得很不舒服 其實是笨一點的 不練功 是很笨的 是相當笨的 你出到舞台 特別是武器 走到圓台都知道 笨 真的笨 是阿湘講戲 笨戲曲人生 前輩級的花彈 他真是在舞台上 那種淡定 真的可以 可以給你 令到你自己都很 很放心 很放心做 而且 他們的戲 是很順的 很順的 很穩的 總之你是正常做就可以了 是 他們會帶著你的 特別是阿燕姐和阿鳳姐 就是尹飛燕和南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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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你 事小滿盛庭之物 未莫啼詞 接過燈彩深呼喚起 借起恩怨啼詞 此時一把環等下你 作為聖物 命齋氣 借起恩怨啼詞 接過燈彩深呼喚起 回過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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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然帝斯坦一押決 莫在牛才經濟 如興奮低如相作鴨烈 甚至送回你 尋了一遍 然後再去中南山 撫入樹 又會有其他 先祝天 為了祝物 喜們準備生肖苦惡 琴劍書上登兵айн散 徐約 大梅醉亚痴 是的 你去了香港一年 我知道你拍過不少的花旦 和不少的香港的大老官拍檔 不如說一說和他們一起拍檔的經歷 在香港 剛才我都說了 是很自由的 非常自由組合的 那些前輩 老師都很關照我 班主在邀請到 和秋元做好不好 他們都覺得非常樂意 今年和雲飛燕 燕姐 和藍鳳 鳳姐 做了兩台大戲 然後接下來 也會和阿正的梅 梅姐 他們有大戲做 因為前輩級的花旦 他真的在舞台上那種淡定 真的可以給你 令你自己都很放心 很放心做 而且他們的戲是很順的 很穩的 總之你是正常地做就行 是 他們會帶著你 特別是阿燕姐和阿鳳姐 尹飛燕和藍鳳 你不是很享受那個過程 我很享受 我們無論是讀戲 講戲 過程中 是很愉快 很愉快 很愉快 香港已經出發了 是否香港的風格 出台很淡定 很舒服 香港的模式 是比較傳統的 是 其實應該是很穩定 很頂當的 不會說急衝衝 所以可能接觸香港的戲多 可能會有些變化 其實是好的 其實是一種戲場 是壓抬 你現在是非常壓抬 謝謝你 真的 小郎 我看你好像滿懷心事 究竟是何緣故呢 呃 我沒有 你今直歸來 神式偶義 是 並有原因的 莫不是 不屁堂前 塵山頂 月麗塞 言難 呼應 非也 想別是我聽 我現在 凡 我們 超 你 好 我 有 什麼 我 我 你 有 有一 世恨滿怨 他因龍門 以後創心靈 未報頭和破經 自愧無人性 真生無 真生應 因怨月分靈 只怕獨不成 近距泰山沿海 世已因酬患傷 說回你去香港後 其實你和你太太王小鳳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很關注你的 我最欣喜的是 小鳳現在也有練功 他偶爾會演戲 他說他不演 我免得他懶 調了東西就可惜了 如果有機會演出 我都鼓勵他演出 多點演 也可以鍛鍊身體 怎樣也好 接下來我也會和他演 做甚麼演戲 會和他演化龍關 是嗎 因為熟 不用他有壓力 因為很久沒做 八王別姬 都是我們大家熟 是呀 我也想看 是呀 是呀 因為你們兩個 畢業於站剛 小控將的藝校 小控將 培訓班 是呀 培訓班 你的舞藝子就很好 其實小鳳 就是因為一直都 沒有甚麼機會 讓我們看到 即是埋沒了他 他這個刀馬蛋 真的很好 他做了後琴 做了我的後琴 是呀 所以就少演出 自從生了嬰兒之後 就更加了 所以他現在都 只要是我的演出 他都是近身的 我去到哪裏 他都會跟著我去哪裏 即是人家說 金牌阿四 金牌阿四 跟得夫人 就是那類 我知道你最近 在我們廣州 受澳門一個朋友的邀請 冰姐 將會舉辦一個 一個好像粵劇的演出 是的 那我呢 都很感謝阿冰姐 時時都 有甚麼大項目 都想著我 是 那也都非常 感謝阿霞姐 阿琴一下 因為我跟阿霞姐 也都沒合作過 在舞台上 是啊 我沒猜錯就沒有 你要合作 你們兩個可能會有火花 是的 因為琴下是一個 在台上很出彩的演員 非常好的演員 我知道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 所以這次 冰姐 撮合我們這場演出 我真的很期待 應該觀眾也會很期待 說起冰姐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幾年前已經去澳門採訪過她的樂社 我們都很熟悉 不如我們請她出來一齊說你們這個活動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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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霞 這個 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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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澳門家坊總會粵劇培訓中心的總監 羅恆斌 是的 其實冰姐 我們好戲連台的節目 去澳門拍攝澳門的絲果局 粵劇樂社的時候也介紹過你 冰姐很熱心粵劇的藝術 這次由於我們推動粵劇文化 特別是澳門進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個粵劇 我們在這方面也大力地推動 這次為什麼這麼好 很榮幸邀請到秋元幫我們一起做 因為秋元是好戲之人 所以我們這次很榮幸邀請到他幫我們做 因為一直來我從小都很愛好粵劇 我的兒子本身 阿湘姐也知道他是搞製作演唱會的 他就叫老媽子你這麼喜歡的 在這方面希望我們不為原力 將這個粵劇文化推動 多些去演多些好戲給大家看 你們倆是否第一次合作呢 可以說是第一次合作 真真正正正合作就是 教戲是第一次的 是呀 我認識了冰姐也很久了 是呀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冰姐我們劇團每次… 德國人是我在劇團那時候 每次到澳門演出 冰姐也很關照我們 很關心我們 是呀 認識了很久了 認識了很久了 這次就是做這個黃飛虎反五關 那就開正他戲努了 是啊 我們也找了珠海劇團 瓊霞 就做我們那個裡面的坦記 又找了麥瑞秀老師 跟我們做過黃夫人 所以這次合作呢 演員各方面都是一個新像師 因為我們畢竟是業餘 因為我們也是業餘 但是我們呢 雖然是業餘 但是我們已經是二十幾年的資歷了 我們不斷都是培訓人才 在這裡我們也是聘請專業導師 去培訓人才 我們都出不少人的 那為何做一萬這麼少呢 因為呢 一來我們時間問題 又第二個呢 阿秋元也不空了 很多時間 他都忙到什麼 我們都暫時試一次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在南方做不少戲了 這個雙槍綠文龍 楊門女將 我們都回來做過 都是青少年月劇培訓班 我們接下來都會帶那個 劉金鼎斬四門 都會回來做 其實我們回來做過很多戲了 江南都做不少 是 那這次是不是商業的行為 賣不賣票 不賣票的 我們純粹推動的 全部一張都不賣 是的 真的 那很難得 真的 全部都是熱身人士 都支持我們 是的 好 那不如說一下你們 拍檔之間 排練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在黃飛虎的戲裡 你是演什麼 我做她媽媽 黃飛虎媽媽 是的 那你覺得阿冰姐演這個媽媽 演得像不像媽媽 相當成績 是不是 因為曾經我也看過 阿冰姐的陸像帶 是的 無論是扮相 座相 你看一下媽媽的樣子 但我們這次真是初次合作 都是很大的嘗試 希望這個戲 演得更好 排得好好的 給觀眾看 給大家評價 因為我們又不賣票 我們都會把票送去那些 劇社 那些少年功 送去那些有關外號粵劇的人 送給他們去看 給意見 希望這個黃飛虎 就是你們合作的一個好的開始 希望以後 你們的澳門街坊總會 粵劇培訓中心 多些搞這類的活動 多些你們合作 好啊 有機會 廣州的戲迷 看多些美戲 好嗎 多謝多謝 希望 好 1 2 3 4 哎呀 美女啊 哇 剛才抱的美女 每個都這麼香 哎呀 哎呀 你最好 你去看廖師 我喜歡你 不要去看廖師 你喜歡你 我喜歡你 那些人 一間有個鬥志潤 那隻眼睛有時是向上有時是向下 總之是一個插球打運 還有搞笑的一個角色 令到你會心一笑 或者是笑中受教育 醜生演員練功其實很辛苦 特別那個《矮子步》 哇 真是我們練過 原來很辛苦的 抽筋的走到 台上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所以粵劇舞台上 每一個演員都是值得尊重的 說起這個荒根醜 譬如張三郎那類的角色 表演又有些什麼特點 有些什麼秘訣 我們聽聽張紅萍跟我們說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來源藝壇》 我是張紅萍 醜局分為民醜和母醜兩大類 今天我就為大家介紹民醜 其實民醜裏面也有很多的分類 譬如說荒根醜 之類很多很多的叫法 其實今天想說的就是荒根醜 因為荒根醜裏面就比較接近於 小生這個行當比較多 而且很多戲裏面都能夠見到這類型的角色 譬如說活足張三郎的張三郎 平雪變中的呂蒙症 還有林聰裏面的高牙內等等都很多的 其實荒根醜除了他的外形 多了一塊豆腐潤之外 其他跟小生裝扮基本上一樣 他的身段也是以小生為主 今天我就請來了佛山粵劇團的鍾建勇 為大家做示範表演的 荒根醜 文醜中的其中一種 主要是扮演一些有文化的人 這些角色文質奔奔 但是就帶一些迂腐的酸氣 頭上帶著一頂荒根 好像活足張三郎裡面的張文怨等 就是屬於荒根醜了 這個就是活足張三郎的造型 它頭帶荒根 其實它現在帶的就叫複魚根 複魚根就是我們戲行裡面 或者特別是我們粵劇裡面的一種稱呼 它裡面那種荒根真的有些四四方方 但因為現在從形象各方面稍微改變了一點 所以將複魚根變成複魚根 紅色的複魚根 紅海青 一般它的頭帶的和身著的 和小生基本上是沒有很大的區別 都是這樣 比如說一個小生 它一樣可以這樣帶 這樣著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差別 就是面上多了一塊豆腐潤 知不知道帶複魚在哪裡 就是白鼻哥這裡 所以我們粵劇的觀眾 就有時說叫做 哎呀那個白鼻哥啊 那個白鼻哥啊 這個就是白鼻哥了 稱呼就是這樣來的了 後腿跟你說 啊 送給你 呢 這就是趕快過 近來的 那就頭 起啊年年美月平 起啊蓉蓉更貌傾盛 啊分白痴 啊方更敬 啊嬌更妙在 似若啊流还打啊是病啊 啊慢慢去哄啊流与歌女共欢情啊 好了 表演一小段先 其实张三郎这个出场 他带有很一种的轻浮 一种的可以说是猥琐那种的心态出来 因为他刚刚就好像他自己所唱的 去了洪流 刚刚去洪流回来 那种被那些美类贯到飘飘然 那种有些那种不好的心态 就感觉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就很爽 哎呀好好玩 很过瘾 是那种心态的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呢 就就背着想 他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个个那么多的那些美女 就围着他转啊 其实就贪荷包而已嘛 所以他就很轻浮 很有趣的出来的 稍为这几下呢 我觉得就有少少的 就可以突出一点点 因为比如说是一二三 他有一种轻浮的柔韧性 就是好像玉琴故众 玉琴故众是那种味道才行 不要说太过硬了一点 你现在的手围是比较硬一点 比如说一二三四 哎呀 哎呀 美女啊 哇 刚才抱的美女 每个都这么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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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呀 年年 美花瓶 起呀 蓉蓉更猫 倾啊 成 啊分白正 啊方更劲 啊 桥更妙在 似约的 柳环巴 啊 是冰 啊 其实呢 丑生这个行当 比如说 好像说张三郎这类型的 方跟丑 其实就 他除了那种 淤富 那种又文质彬彬 这些方面之外 他最好的 就是说 就是说 给观众能够说 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说 表情外怒化 就是其实说 不要说 以前有人说 不能够说 不能够说 面抱化 其实我就 我有自己一些 想法和看法 因为你作为一个 丑生来说 你如果说 上到舞台 不能够将自己的 内心 来表露出来 来外化出来 给观众看 观众可能有时 一下子会看不明白的 好了 今期的节目时间 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是阿湘讲戏 品气曲人生 多谢汽迷朋友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最近收到很多信 他们喜欢听梁柔榮的曲 有些喜欢听郭鳳女的曲 不如这样 他们两个合作了 一首《贸单情人鬼戀》 挺好听的 一起欣赏 《贸单情人鬼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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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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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色流人心欲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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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花園之內 只得瑞陽伴之 素養小姐曉通文漢 還請提詩一首 以賞此鬧之 寂寞瑞陽 寂寞 寂寞殿 不奉君彩智 為盼永相連 啊 皆句 皆句 哎呀 紫蘇生 雖是赤塵書 何故作不出錢以來 小姐 你在花下暗雙春 我再雲窗 深寂莫雅 雙香風 何必問錢 因 信是有緣 能無光 愛面 我被淘汰 淘汰 我被淘汰 淘汰 是忠願 嘿嘿嘿 你為挑空 難淺人 東道偏,陣神中 好過天衣 美少妖恋 风飘楼河远 尚是天空 得会伤我 心自行 莫恩羞可怯 不加一期 尺寒门恩怨 尺寸 尺寸妖花千 尺寺爱三天 百官千千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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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天 尺寸 逢得乡曾情情圆 花� vai 半 Jinping 不作别年 金意 that 蝴蝶半裙边 不作别念 今已庄台颖边 听后晚波彩显 不无爱时轻轻 比秋后仙 百头共定 此心永无辨 灵魂吐出此情话 半首半戏半心天 真只随咒相轻易过往 摇过这十二难杆 转过那难堂水电 春色无缘正好把臂同游 春过了湖山舍洞 白冰了落暗花千年 此情千敬真是神仙不善 与你朝星宜 世素平生远 一任海夫石澜永洁同心 心起明花能有此 不在梅边在楼边 原来黑梦梦又香 人到心情情自恋 是阿湘讲戏品气曲人生 你理得没那么多 黑衣仔心心想 我们是黑回来的白家菜 黑衣仔吃的东西 没有意思跟你说 对吧 哎呀 阿叔 你吃饱 那就扯吧 有什么好问 一帆之恩必当相保 而且 不在梅边在楼边 不在梅边在楼边 原来黑梦梦梦又香 人到心情情自恋 你们被哪儿 那我没时间 都∭ 你 我 拜祭 你的 個人 相依相会笑并遇 一相一对落 似相飞燕 今生今世已 爱心不变 恋相恋 爱心不变 此生若最情怀殲恋 万帝春风惹吹片 吹得飞花片片 吹得飞水恋恋 若恋相恋 吹得空恋恋 恋恋恋 又被那风吹断 啪啪啪 蝶泪空相倦 梦吹得飞水恋恋恋 梦吹风笑愿 我两次冰头烟 又经春风似船 梦吹得飞水恋恋恋 花底鸟惊恋 声声大悲酸 足景弹国仇怀力恋 雇恋恋 风声声眉梦团 人别已他朝再共闻乱 Cinco 公子 小姐尊重 小心, 去呀 公子 公子 一編切萬天風前天 順雪鑑 風吹散望無花煙 是我生夜暗淺 有情人萬福天 更鮮誰斷鏡天 故映暗致電 先照春生我徒別 秘密 秘密 又怕幽龜直隱 亂沉蒙 一陣某常花枝照顾面 好,其實我對中學的歷史也有少許理解 話說1911年中國有一個辛亥革命 不過為何辛亥革命又跟豆腐有關呢 為甚麼呢 因為看戲廣古是很奇怪的 有些很特別的故事 你想想聽嗎 我想,一起聽吧 朋友,我記得上星期 跟大家說了一側有關豆腐的故事 其實說到吃 我們中國人真的有很多故事 就算普普通通,你去茶樓吃一磚蘿蔔糕 夾一件燒賣 各位,其中也有些有趣的故事 好了,今天呢 港古佬要忍一下肚子 繼續跟大家說一些 有關我們廣東美食的故事 先說一件蘿蔔糕 各位朋友 很多人去喝早茶的時候 都會喜歡吃蘿蔔糕的,對吧 蘿蔔糕呢 在我們廣東的做法裡面 有煎,有蒸 煎和蒸呢 兩種配方是不同的 蒸的時候 它一般都是稀一點的 因為這樣呢 吃到會有更香的蘿蔔味 而煎的時候呢 粉要加多些 因為這樣,那塊糕才夠實 煎得夠香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舊時在廣州城裡面 最好吃的蘿蔔糕 是哪裏出的呢 不是那些老字號的酒樓 而是當時 有一位有名的美食家 江泰市家裡 做的蘿蔔糕 有些朋友說 蘿蔔糕而已 這麼普通的東西 就算是江泰市 有名的美食家 你又可以做得到哪裏 你又好吃得到哪裏 我告訴你 江泰市家裡的蘿蔔糕 首先 不要說其他用料 只是開蘿蔔糕 那些湯 你知不知道它用什麼湯 它用正式 土靈魚雞胳湯 哇 這樣來開糕 你說是不是滋味 已經好像聞到裡面的香氣 而且重要 我們有些人喜歡吃蘿蔔糕 就實一點 剛才說的 有些稀 而江泰市家裡的蘿蔔糕 絕對是稀 為甚麼 因為這樣 因為你加些粉越少 裡面的蘿蔔才越多 蘿蔔 原本的清甜的味道 才可以最大的保存 是吧 但是這樣 你的蘿蔔糕 如果夠稀 最多只能夠蒸起一碗一碗 讓你用羹 不來吃 始終不夠煎蘿蔔糕香 夾起來是過癮的 所以當時 江泰市都覺得有微蹤不足 蘿蔔糕 蘿蔔味夠了 用完美的甜水蘿蔔 一口湯又好 粉又少 但是 你沒辦法煎起它 夾起來吃 始終會比較差 不要緊 所以你說 廣東人在吃這方面 真是舊世 撩囊兼絕核 當時 在太史公的府邸裡頭 有個仆人 就知道太史公的心事 於是他經過自己 苦心鑽然之下 稀稀稀的蘿蔔糕 我一樣可以 煎它來吃 怎麼做 有些朋友會說 嘩 水小小小小的蘿蔔糕 你怎麼切出一塊一塊 然後還要蒸好來吃 一切下去 整塊糕就散了 人家想到巧妙 那個仆人 將把刀抹過油 然後呢 找正紋路一切 居然 整塊糕切了出來 而且不散不爛 嘩 一煎好 太史公吃到這個蘿蔔糕 他又讚不絕口 自此 江府蘿蔔糕 即使就名揚廣州吃了 不過 這些蘿蔔糕 可惜 我和你暫時都沒有機會吃到 不知道現在有哪位大廚 或者有哪位向下的主婦 可以復現當年太史公的美味呢 好了 閒話休題 今天呢 老林真的要跟你說 另外一個美食傳奇的故事 他都和一個名人有關 這個名人不是誰 只是很多電視劇 都已經演到大家熟知林耳的乾龍王 話說 當年乾龍王下江南的時候 他帶了自己的乾仔周日昇 當然沒有什麼環珠格格的 然後 兩個人微服私房 結果 走到一個山林前邊 有些賊真的跳出來攔路打結球 幸好乾龍王自己 他練過幾下散手 他那個乾仔比拳腳更加了得 兩個人一輪混戰之下 雖然衝出重圍 但是 因為那些賊人多 把他兩仔爺打散了 那些賊人多 乾龍王一的人 哎呀 蒼蒼煌煌煌煌 閃身就避到一個破廟裡 這樣才避過那些追兵 但是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又累又餓 啤啤聲 習慣在地上 暈了過去 這麼巧 原來 在這間破廟裡 有幾個乞衣 剛剛好 就乞著百家菜 百家飯回來 大家幾個人 合在一起 哎 砌了個爐 在煮飯 那些菜 就煮了一煲 突然之間 見到乾龍王 跌在地上 那幾個乞衣好心 馬上走過去 哎 用點水 淋一淋他的臉 淋醒他 哎 你問兄台 你什麼事 你什麼事 乾龍王這個時候 蒙蒙鬆鬆 他都看不清眼前 這兩個人是誰 以為是個乾兒子救自己 就叫了一聲 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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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肚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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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真可憐 來來來來 快點 把我的飯拿給你吃 以前 阿昇馬上 將他們盛回來 煮一大煲的百家菜 又拿過來 給乾龍王吃 乾龍王剛剛醒了 聞到一股香氣 哎呀 都不理得那麼多 癡癡癡癡 豐軟殘穩 將整道菜都吃光 嘩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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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真的從來都沒吃過 這麼滋味的人間美味 哎呀 那兩個乞衣心想 不過 好心想要救你一命 哎呀 既然吃飽了 那些菜都吃光 不過算了 哎呀 做好心 跟他怎麼計較 哎呀 行了行了 既然吃飽了 那你想怎樣 走吧 記得我們再去找個飯吃 那 多謝兩位 多謝兩位 我想借問一聲 剛才呢 我吃到的 這個是什麼菜 乾龍王對那股滋味 哎呀 還有好難忘 哎呀 那你管我這麼多 那乞衣仔心心想 哎呀 我們呀 是乞回來的白家菜 乞衣仔吃的東西 哪有意思跟你說 對吧 哎呀 哎呀 阿叔 你吃飽 那就走吧 有什麼好問呢 哎呀 一帆之恩 必當相補 好 而且啊 我剛才 吃的這碗菜 哎呀 真是我從來沒吃過 這樣的人間美味 啊 這位兄台 你只要告訴我 這個人什麼菜 我保你得入 官至一品 啊 不是吧 啊 黑衣性心想 我爛生爛世 你呢 周身爹爹底 大家都差不多 居然這麼大的喉嚨 我告訴你 你就補官居一品 啊 於是他順口就說 嘿 那我這個菜 就叫做一品煲 哦 原來 此菜名曰 一品煲 乾隆皇帝日 回到北京城之後 對這個一品煲 依然念念不忘 廣東就吩咐御廚 要做這個菜來給我吃 哎呀 這樣就攔壞了那些廚師了 我哪裏 都沒聽過這個一品煲 什麼來怎麼做給你吃 乾隆皇也算通情達理 知道那些廚師是沒吃過 於是呢 他就責令廣東的官員 你給我找回當日 舊陣那兩位恩公 而且責令他們 要做一品煲給我吃 哎呀 廣東的大小官員 聽到皇帝這道聖旨 當然要心急拍馬屁 就落行力 周圍貼了皇帽 這個時候 那個乞醫生 才知道原來當日 自己用那碗泊卡送 他已經救了當今皇帝 於是他即時走去 揭了皇帽 然後進到皇宮 給乾隆皇驗名正身之後 他就開始做百家菜 你以為他怎麼做呢 他真的走去 浴廚那裡 四周圍將今天吃剩的菜 全部拌一碗 然後按照他們 乞之特有的辦法 一煮 煮好一煲 哇 拿出來給乾隆皇一聞 果然類似是這樣的味道 於是 後來 原本是乞醫的柏家菜 又變成了今天 一道流行的名菜 乾隆一品煲 當然 後來 乞醫生雖然用的柏家菜 但當時的乳廚 知道這個真相之後 怎麼敢讓皇帝 吃柏家飯 百家菜才可以的 當時經過巧妙最精心的編排 所以今天 大家才吃到這碗 這麼美味的一品煲 好了 故事講到這裡 希望在下週同樣的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人間傳奇 你很開朗 很多人的面前 我會很開朗 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會很感性 哦 即是多重性格 多重性格 那72間房客 和成龍慣勢又有什麼不同 72間房客 藝術的定位 比較寫實一點 貼近生業的現實 現在他表現的東西 但也有些興起劇的成份 嗯 也讓你跟我們一起 很特別 原來 joining 我會覺得 就有很像 我會覺得 這個人 是很像 我們看一下 既然 這裡 選擇 麵 如果 我們